有客們大包小包 有的甚至是推著滿滿一整車的行李 及伴手禮 要趕著從澎湖搭船返回嘉義部隊 牧球賽的球員也被上了球聚搶搭 現場大排長龍 還有從新竹來騎乘重機的遊客 也決定提早打到回覆 颱風來襲安全起見 澎湖往返部隊的客輪 紛紛宣布9月30號起停時兩天 29號預定的航班 也緊急提前起航 下午加開班次 總共四個航班 疏运超過1500名乘客 要趕在颱風前 讓他們平安返回台灣本島 在嘉義阿里山 颱風來襲前 盜班人員搶著檢測鐵道 為了維護行車安全 林鐵處宣布9月30號起 除了阿里山下山方向 到嘉義列車正常行駛之外 其餘列車都將預警性停駛 10月1日2日全速列車均停時 三途的颱風來勢洶洶 誰也不敢大意 TBBS新聞 陳正 紀建亨綜合報導